货车车头满载专业的烟火当街释放 但是并未申请 警方前往制止的时候烟火已经点燃 来不及喊停 现场搜证同时通知消防局前往取缔 这是彰化市7号晚间庙会活动 没有申请大放烟火 警方拦下了车辆跟释放烟火的人 过程当中发生了追逐拉扯 这一幕被路过民众拍下 幸好并未造成人员受伤 就是这一车专业烟火电子一控点燃 设备专业但是释放作业没有照专业的来 我就坐这边超大声的 超大声的 它那个烟火就直接射到 我们这个社区的点头上 它是放那个国庆就很大值的 直接就打到我们社区这边来 就很夸张了 不过觉得很危险这样子 这场烟火秀违反了爆竹烟火管理条例 没有投保意外显罚6万到30万 运输过程没有报备罚30万到150万 未经许可释放3万到15万 雇佣这一车烟火释放30万 违规罚款最低39万起 信徒谢信男子雇佣专业烟火释放 但是燃放过程没有照规矩来 他跟释放烟火的刘信男子 以及图信司机都触犯了公共危险罪 另外司机还妨害公务 要制止他离开 那图信司机有不配合一个情形 那有驾车有一个往前后一个行驶 会对往来的民众 还有我们的执法同仁造成一个危害 神台庙会信徒想赞助让场面热闹 忽视安全措施没有照规定来 反而触法添乱 TBS新闻 陈志仲 吴淑平 彰化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 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